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入第35课时SF EPEC开发版实验时 DIY数码相框 和上一个实验一样这节课呢我们重点是 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DIY工程的一些 就是整个设计的一些思想而不是具体的来看这个设计的代码 代码呢还希望大家能够自己花时间 能够仔细的来消化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数码相框可能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 这两年这个这样一个新事物呢可能也挺吸引眼球的 我们在这个电子城啊什么 能够经常是看到这一类的产品 而且呢有些数码相框做的呢还确实功能挺强大的 然后我们这个设计呢 我们先看一下背景吧 就是说这个数码相框呢 说实话就是一个昂贵的发屏呢 这个我们选择DIY这个数码相框呢 也不是说和上一个设计一样的 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实在的产品出来 而是说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实验 这样一个工程让大家来更深刻的来 理解或者说来认识这个IOPJ开发 它一个整个流程一个过程吧 因为市场上的很多这个数码相框呢 都是 我我估计吧应该大多数是用这个基于arm处理器的一种 这个大因为这个arm处理器有些都带这个视频显示驱动 这样的一个模块吧 然后呢 直接就是很多功能都是用软件来实现的了 但是呢我们这个设计呢不纯粹 我们因为我们的重点不是在于这个软件了 所以说我们会用IOPJ来做整个的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说在这个 用这个IOPJ呢 就是说来做这个事情呢 可能说有些方面做了可能不如arm处理器 来实现来的完美一些 或者说来的灵活 就是 功能做的那么强大 但是呢 我们 也可以说 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实现这样一整个的 比较像一样的一样一个成品出来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图6.4 这就是我们整个数码相框的一个功能矿图 首先呢 是前端 这个数据 这个图片源 我们是U盘或者SD卡 那我们这个设计呢 是着重一个SD卡 而且呢 我们这个SD卡呢 我们现在这个工程里面 只兼容这个 FAT16的一个 比较小两G以下的这个SD卡 然后呢 我们内部这个 这个 矿图里面的是 IOPJ设计的一个 一些内容 刚开始呢 是这个SD卡 或者U盘这个 读写控制的这个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重点就是要把这个数据里面的图片数据 这个 采集出来 然后呢 送给这个文件 并且呢 可能说还会有一些文件系统的控制啊 图片解码 这样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设计 采的这个BMP这个图片 图片呢 这个图片呢 也需要说有简单的一些解码 它对它文件格式啊 各方面有一些的 理解 然后呢 这个文件系统控制呢 我们也是 基本上说是不设计嘛 我们只是说来分析 我们必须认识说 呃这个文件系统 它一些整个的呃 一些基本概念吧 by the 16 然后呢 我们才会知道在SD卡里面 哪一片的呃 存储区域里面 存放的是我们真正要显示的这个图片 所以呢 呃 虽然说我们不设计说 就是 来做这个文件系统的一个控制 但是呢 我们还是必须 呃 来理解这个东西 来消化这个东西 然后呢 啊那然后呢 我们来就是能够定位到我们相应需要的那一篇数据 然后把它读取出来 可以说 我们这个设计呢 可能不实现那么强大的功能 但是呢 我们还是 需要大家呢 对 这些文件系统啊 BMP 图片格式啊 这些 以及这个 呃 就是说这个SD卡的 就是文件格式 存储啊 各方面这些基本知识呢 至少是 呃要能够了解 或者说能够 理解 然后呢 有一个液晶显示驱动模块 我们这个液晶呢 可能说 呃会 呃因为我们这个设计呢 就是选用一个3.5 那就是 呃是选用的这个 呃微阶 就是我们通用的显示器 前面几个设计里面都涉及到了这样一个驱动 然后我们同样我们第2个点 我们来看功能需求和模块发分 第1个点呢是使用Cyclone系列的EVC3T144 呃作为我们 基础来实现所有功能 呃还是以我们的SF EPEC开发版作为目标版 然后第2个点呢是说 用从SD卡里面读取图片 呃是使用这个SD卡的SPI模式 啊当然它还有一个SD模式 那我们只使用SPI模式 就是用四根线来做这个整个的和SD卡之间相互的数据交互通信 然后呢SD卡这个操作呢不涉及文件操作系统 比较简单的 我们只要定位的我们是通过 呃我们的 呃我们在 呃这个 PCD上面 我们通过这个WinHacks 来查看这个图片数据 具体存放在哪里 呃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 呃理解这个文件系统以后 我们来计算出它在哪里 然后我们把这个图片读出来 第3个点呢是使用VGA电脑显示器 作为显示图片的屏幕 工作在64Hz 800x600分辨率 呃显示的色彩是256色 这我们硬件设计的就是256色 所以说我们能够显示这256色 嗯实际上256色呢 其实色彩也是 还可以接受的了 最后大家啊 就是来看的最后 寻华显示的失误图 我们发现这个失误图呢 其实通过我们这个这个设计的 VGA显示出来 其实也是蛮 蛮逼真的 第4个点就是LVGA中 实现BMP的解码啊 BMP其实是最简单一个 这个图片格式了 但是我们还是用LVGA来 做这个减码的工作 第5个点呢 使用SDR SDRAM作为显示图片缓存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图片呢 实时的要一些刷新 每秒钟60次呢 就是一帧一帧的刷新到这个 屏幕上 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缓存 800x600 这个800x600 然后再乘一个 8bit 相应的这个 存储器呢也是要蛮大的 至少是应该是要一兆吧 至少是一兆 一兆 字节 然后我们选择用SDR SDRAM SDR SDRAM的一些操作呢 我们 前前一节课呢 应该也是介绍了 大家可以把那个模块呢 套到我们这个设计里面来 然后做一些更改 第6个点就是 循环显示SD卡通 设复图片 就是最后 最重要显示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 需要注意的点呢 就是和我们上一节课 介绍的DIY逻辑分析里面呢 是类似的 很多东西 就相通的 我们 设计呢 刚开始我们需要考虑整个 系统模块 一些需求 一些功能 然后呢 我们再一步一步的按照 LBJ开发流程来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设计呢 一个顶层模块 这个 整个功能框图 是这样一个情况 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有个系统 始终于 互卫控制模块了 就这个模块呢 就是 共计每一个模块的 始终 以及每一个模块的 这个一步互卫 都是由这个模块来产生的 然后呢 从按数据流来看 前端是SD卡的 控制模块了 这个模块呢 是由SD卡 和SD卡 就是SBI模式 结束的四根数据线 数据或者控制线 然后呢 和它之间就是 把SD卡 进行SD卡的控制 然后呢 这边因为是 SBI时序模式 那个 东西方式 所以说会有一个SBI时序 产生模块 然后呢 这个SD卡工程模块呢 它会 定时的读取这个图片信息 相应的图片在什么位置呢 它内部呢 都会做相应的设计 具体的代码 详细的代码呢 大家可以自己 就是 去传摸这个整个工程的 里面详细代码 然后呢 这个 SD卡里面 读出来的数据呢 我们就送到这个 写SD-RAM 返存 FIFO 当然呢 这个BMP色彩表呢 也是在这个数据 我们读在这些数据片里面 我们会 有一部分数据是 就是 你在这 BMP 一幅图片里面呢 前面有一些数据呢 是这个 BMP色彩表 然后呢 我们需要先返存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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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FIFO里面吧 然后 不是FIFO 应该是一个 RAM里面 然后呢 详细的数据呢 我们就写 SD-RAM 返存FIFO 然后通过这个 FIFO 写到SD-RAM里面去 然后呢 这个 读SD-RAM 返存FIFO 就把这个 传出的SD-RAM里面 数据实时读出来 然后呢 通过这个 BMP色彩表呢 进行一码 最终呢 这一整幅图片呢 就送给这个 VJ显示驱动模块 进行 进行显示 然后呢 我们这个设计呢 BLL的输出呢 是使用了三个 时钟 一个内部SD-RAM 工作的时钟 是100兆赫兹 然后呢 外部SD-RAM 我们需要给它 共一个 和这个 内部 SD-RAM 工作 那就是 时钟有一定的 相仪的一个 也是100兆赫兹的时钟 然后呢 内部其他模块 我们都使用50兆赫兹的 时钟进行工作 相互之间的交互 都是需要注意的 因为是涉及到 跨时钟域了 然后呢 SD卡相刚的模块 是两个子模块了 前面介绍了 是 包括了这个 SD卡的模块 它包括了这个 三连出审划 命令发送 数据读取 这些功能 然后呢 SPI模块 就是来控制这个 SPI时序 也是 其实是由这个 SD卡控制模块来 控制这个 SPI的 就是 读写时序 主要是读 也有一部分 写的功能 然后呢 数据流控制模块 这是顶层的内部详细的一些 接口 然后呢 SPI的时序 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吧 SPI呢 是创新外围设备接口 如果大家想详细的了解 SPI或者说 我相信很多 我相信很多同学 很多的 网友呢 应该都是对这个SPI 这个 通信接口呢 是耳熟能详了 它最大的频率呢 应该是能够跑到大约是20兆赫兹吧 也是蛮快的一个 一部通信 这个是 创新外设接口 是一个 它是一个 同步的 同步的 创口 跟我们同时 平时用的最多的 UART 就是一部创新接口 它是 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 它是全双功能 这个UART呢 一般是一条数据线 然后也没有时钟 这个SPI呢 有时钟 有两条数据线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还有一个骗选 然后呢 对我这里就列出来了 四个接口 首先是需要骗选了 然后根据时钟来 来这个 对这个数据一位 进行一个 这个锁存操作 这边也都裸列出了一些 基本的这个工作模式 SPI部分呢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 就是详细的 SPI的一个协议 如果不认识 不是很明白的话 这里不多做介绍 然后呢 还有这SD卡数据存储结构 与FED16 文件系统 SD卡数据存储呢 SD卡呢 这里也做了一点说明的 就是SD卡 和SDHC卡 其实有点区别 我们所使用的SD卡 是两G以下的 SDHC是高速卡 这个卡呢 一般是比较大的 一般是使用FED36 这个文件系统 4GB或者更大的 目前上 市面上可能 SD卡还存在一些 SDHC卡可能 相对也比较多一些 因为 SD卡现在也很便宜了 然后呢 FED16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SD卡 所以它内部 内部的文件系统 是FED16的 它的存储原理呢 我们这里也是做了一些 简单的介绍 这里也就是附带的 提一下 不详细说了 大家以后可以 看这个相应的 这个介绍 说明或者上网 搜一搜 相应的资料 也都很多 我这里要说一点 就是说 目前这个两个工程的 这个资料呢 还没有公开 因为这个是我 这个《生路前书王座RFJ》 这本书里面的一部分 现在是3月 3月14号 大概说 目前这本书呢 最晚我估计反正 5月5月5月前后吧 应该是能够出版的 大家以后 可以 可以就是 购买这本书 然后呢 就能够 就是看到这本 这个 这两个工程的详细的 内部介绍一些 这本书呢 最好的购买途径呢 或者说 能够第一时间买到的途径呢 我想应该是 在EDN China这个网站 通过这个 我们小组 到时候 内部应该是 会发帖 告诉大家如何购买了 如果到书店里面呢 我想可能会稍微 滞后一点 好 这是题外话了 我们看一下 这FAT16的一个组织形式 首先 最前面的一篇数据 是引导散取 这里面的有一些 关于这个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 SDGA本身 的一些信息 关于我们的FAT16的一些信息 然后呢 有FAT1和FAT2 这里面的 存储我们文件夹的 就是存放的一些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块 就是说我们 就是成片成片的存放 那么它的首地址 然后呢 根文件夹里面就存放我们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这张SD卡里面 存放了多少文件 这些文件名 以及文件的 在FAT1里面的 这个 指针的地址 FAT1 FAT2 其实是备份的 完全一样的 然后呢 后面一些东西 这里不詳細介绍了 这里的内容 可能就先略过了 因为可能说太繁琐了 我要是这么说的话 可能讲个一天一夜 都不一定 大家能听得明白 我这个介绍里面 其实还是说的蛮清楚的 因为基本概念很多 都是能够做一些 参数 然后第二个点 我们看SD卡的 初始发及读操作 这个地方呢 也需要大家好好的 就是 最好呢 大家能够去看一下 SD卡这个协议 就是官方那个协议 那本里 虽然说那个 那个协议里面呢 可能有些又臭又长 大家看起来 也是蛮吃力的 因为主要是英文版的 然后也有一些人呢 把这些内容 有一部分内容 翻译成中文 然后不过 那个翻译过来呢 可能说跟原文呢 会有一些出路 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错误 不过大家可以拿来 做一些参考 如果说英文不是太好的话 但是还是比较建议 大家看英文原版的 就是 不论说你从英文原版里面 能够学到多少 你想要的东西 但是 你看一下 至少说对这个东西 一整个概念呢 是能够比较清楚 其实我刚开始做这个SD卡测试的时候呢 我是设计了一个 就是简单的 就是窜口调试 调试这个模块 然后呢 把这个从SD卡里面 读出来的第一个 上去里面的数据 送到这个窜口 调试中端 然后呢 观察这个数据 是不是对了 说明这个SD卡调通了 如果对的话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自己来 自己来说 慢慢慢慢来调一调 不一定说 非得拿到我的工程以后 我的工程跑通了 就算学会了 其实呢 很多东西都是靠大家 自己动手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一步一步的做 虽然说你可能会发一些时间 发一些精力下去 而且也会走很多弯路 但是这样做的话 对你来说 肯定是有帮助的 而且呢 做这个 做IPJ开发设计 其实说不仅是IPJ了 在这个整个电子领域 我们做一些 做开发的人来说 很多时候呢 重在适于这个过程了 而不是最后的结果如何了 尤其对于我们 可能比较年轻的工程师来说 我们应该说 重这个过程过于这个结果 前面可能说的不太对 这个SBI的这个最高速率 应该能跑到25兆bit每秒 我们这个设计里面 其实是让它跑到20兆 20兆左右 然后这是内部设计的一个模块 就是关于SPI部分 SD卡控制部分 然后呢SD RAM控制器呢 前一节课已经介绍了很清楚了 大家可以挪过来 然后做一些定制 就是符合我们这个设计的要求 然后这么定制就好了 然后呢 这个BMP这个格式呢 我这里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它的数据呢 首先呢 是文件信息头有14个字节 信息头里面呢 就是一些这个文件本身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文件名啊 然后这个文件是有多大 这些内容 然后第二部分呢 是文件 未读信息头呢 这里面有40个字节 也相应的是介绍 这个 反正是这两个文件信息头 和未读信息头呢 这两个主要是来介绍这个文件 这个BMP这个文件 就是本身一些相应的属性啊 参数 就是它的大小 然后它的就是分辨率 然后呢 它的色彩度 是多少颜色的 或者 然后呢 一些文件名啊 等等相关这些内容吧 然后色彩表里面就是说 尤其针对于我们这个256色的这个 这个围彩的这样一个图片 它里面有个色彩表 这色彩表里面呢 存放了 其实这个BMP图片内部的数据呢 本身数据独裁 并不是这个纯粹的色彩数据 而是需要说 在一个色彩表里面找到 它应该说是 这个色彩表的一个指示 那就是指针 这个我们指多少 比如说我们100 我们的色彩不是就是100 而是说我们要在色彩表里面 找100号这个数据 它的数据 就是我们真正的色彩 是以协议里面 是这样一个规定的 所以说 我们也需要说理解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约定呢 应用到我们的实际 这个 我们一码单中 然后前面说到这个色彩表 然后往后呢 就是真正的这个数据指针吧 应该说是 不能纯粹说是色彩数据 而且是色彩数据的一个 对于色彩表的一个指针 我们需要做相应的一码 然后呢 最后一个点就是 这个BMP减码的设计了 前面已经说过了 这个文件信息头 微图信息头 色彩表 色彩表 我们这个色彩表 存在这个RGB RAM里面去 然后呢 图像数据是存到WR5 然后就是被写入这个SD RAM里面去 然后呢 RD5会把SD RAM里面的图片 一整整图片读出来 然后呢 通过这个RGB RAM这个 一码一下 然后送给WJ显示模块 然后最终在我们的液晶屏上面 显示的这个 这个图片呢 就是最终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效果 好了 我们看 这个图片呢 就是O56色 我们最终 这个通过我们这个设计 来得到的一个图片 可能最终会有十个图片 寻反显示 但是这是其中的一幅图 我们看到这幅图呢 也是O56色 也是和现实的这个图片效果呢 也是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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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 好 这是内部的一个设计 详细的代码 这里不多多介绍 这里的接口 各个方面 大家呢 自己去消化 消化 这里是系统模块 然后呢 SD RAM控制了这个模块 然后呢 再往后这个模块呢 是这个FIFO SD卡的读写 FIFO控制了一个模块 然后呢 这个模块呢 其实相对于来说 是一个中转 中转 中转的一个枢纽 它一方面从SD卡里面的数据 通过它 然后里面的一些FIFO 然后呢 送给SD RAM 然后另一方面 它也会把SD RAM的数据 读出来 然后送到它里面的一个 读FIFO里面 然后这个读FIFO呢 在最后 最终是要送给这VGA显示 模块进行显示 然后有一个SD卡控制的 这样模块 好了 这个设计呢 也不多说了 简单的也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 我们一共是 35克时的深入前出 网站FPC视频教程呢 到这里可能就结束了 可能说 这段时间以来呢 确实 我也花了一些时间 花了一些精力 在这上面 但是呢 我并不是说 可能说 我有时候觉得花这样的时间 花这样的精力 可能觉得 蛮累的 也 也没有从 需要说大家 付费啊 或者怎么样 但是呢 我觉得在 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可能说 可以帮助很多人 很多入门 尤其是刚入门的人 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视频教程 也通过 我们在EDN FGA CBLD 助学小组里面 提供的一些 BJEPM240学习版 EBEC LBJ开发版 这些板子呢 大家可能说 能够更快速的入门 LBJ 我想这样 这样的啊 如果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呢 我想 我做这个事情的 这个 一些 初衷吧 或者说 一些就是 预期吧 也就达到了 希望更多人 能够把 LBJ CBLD 能够完装起来 更多的 应用到我们的 工程实践当中 好了 那就谢谢大家 这么久以来 一直对我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 如果说 觉得 我的视频教程 我的板子做的还可以 或者说 我博客写的还不错 那么 希望多多支持 大家以后呢 共同探讨 一同进步 谢谢大家 再见